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BJD它的全称其实是boy joint door 也就是球形关节人偶 BJD娃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独一五二 你可以通过给它换眼珠 头发 妆容 不适等等 让它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我也喜欢干这样的事情 别人喜欢玩娃娃 我喜欢玩我自己 那我们开始吧 带了一个比较浅色的美瞳 BJD娃娃的皮肤有一个特征 就是光洁无瑕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妆容 对底妆的要求就很高了 一定要用遮瑕墙持妆久的底妆 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差用的 哈尔欧莱雅细油棒粉底 这款持妆和遮瑕都超强 安利给大家 我们先用这款粉底 只要取一点点就好了 大家用的话要先做好保湿工作 然后少量多次的去上就好了 打一遍基本上就可以把瑕疵给遮住了 如果你的脸上还有眼圈这边比较重 那我们可以打第二遍 连遮瑕都不用了 好了 遮瑕完毕了 左右的这个对比还是挺大的 太阴阳脸了 我还把这边给打上吧 女人的第二张脸也不能忘记 磨皮粉底配合我的磨皮散粉 阴影 阴影的话重点还是在轮廓边缘线这里 我们要打的稍微深一点 开始勾勒轮廓 这次装面还挺重的 大家如果画的话 谨慎 再一点中间的颜色 也是来勾勒轮廓用的 今天我才画得夸张一点 要多往前面延伸一起 加深一下双眼皮的层次 画这个步骤呢 你就仿佛开了瑞化 拥有了刀削一般的面孔 腮红 你可以大胆一点扫 因为今天这个妆确实挺夸张的 这个发红甚至会延伸到眼尾 好 下巴 鼻头 上个膏光 就像那个膏光莱花卧彩 眼影选这个颜色 画在眼尾根眼头 然后眼睛这边稍微流出 一两毫米左右的图 接下来用这一款颜色 画在你前面留白的位置下面 上面也要画 叮 看我的卡兰兰大眼 我们今天贴的睫毛就比较夸张了 贴好了 下睫毛沿着那个黑色的线去贴哦 贴好了 眼线 眼头的部分可以多往前面开一点 眼尾要努力的往后 多拉一点 好 眼妆完毕 可以向外做一点点的延伸 接下来用这一款 坐在嘴巴的中间 除了拍照之外 你有口红来勾勒你的唇珠 用这款唇又做玻璃唇的效果 眉毛的话整体脱长 好了 我的眉毛画完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半边的效果 好 现在我把另外半边也画完 好了 那么小细的妆容就这样完成了 我还选了一笔这么长的假发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 那就是手手 因为BGD娃娃 她们的手是有球形的关节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把手也给画一下 一直看起来怪可怕的 在最后的最后要跟大家说一件事 我们这一期视频是先拍展示正片 再拍化妆环节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约不到影棚了 所以在造型上有一些出入 请大家不要介意 比如说这个纸关节 我昨天就没有画 我个人觉得教学视频会更加适用于大家 本次的正片呢 还特地借了朋友的娃娃 感谢老黄胆旺财 爱你们 如果你对BGD娃娃感兴趣 一定要支持正版哦 因为在淘宝上有很多盗版 要小心踩雷 最后的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今天你一键三连了吗 我相信你们一定都一键三连过了 那我们一起进入正片展示环节吧 G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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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